位于积极镇 屯田巷 支县的一条产业道路 应该道路为附近农民在运输时重要的交通要道 而目前道路年久失修 影响交通安全 我们在屯田巷和神仙瀑布这里有三里 公民里 北朝里 一个里 这些农民的做事是很多的 所以这些路已经很久都没有空 所以那些坡冬都尽管 所以他们的修行都很不修行的时候都很不方便 刚才我们的议员和丁丁佣心来整出这条纸 所以我们把这些路坡好 让这些农民更好作息 巴张里长邓宗庆表示 相当感谢陈兆玉议员协助争取经费来改善 并在大家的共识下 同意先将路况较为不佳的地方来做优先施作 今天这个肥肯本来不是要做这段 因为大家的共识说这段比较厉害 所以说就对北约先帮来做这些 如果与新的钱 然后延续又到家里 后面 再来城市看有经费 然后再继续做 因为这是大家的共识 大家的那些 就大家都在走 所以说很希望说大家会完美 做到很理想 这就是生产道路 大家都为了文殊 南部平的月 这东西都切切开 新议员陈兆玉表示在接货称庆后 特别向中央水保局来争取经费改善道路 目前已获得240万元的经费来改善道路 今天是特别的要感谢我们中央水部局 接着我们240万元来修屋 准天区 准天支撒的三颗道路 我们看到这里 实在是长久以来 从来做到现在 几十年以来都不必来蒸收 造成了很多的历史 农山品如果在修行的时候 或是在没有製造的时候 非常不便 我们今天已经给予240万元 我们马上今天工程水平会之后 我们就担对地坑有需要的条件的所在 我们就会同理论代表 跟公所的技术 最好值得靠近 期望在会刊过后 相关单位能够了解民众需求 并紧速施工改善 早日完工 保障当地居民交通安全 记者邱平易 集集采访报道